行政院的司機確診 那省副院長遭隔離 那請問院長的身體狀況還好嗎 那昨天去PCR戳鼻子的感受 那以及就是疫情不斷發燒 那府院都淪陷 那院長有沒有任何自我保護 那行政院開設的篩檢 這樣有沒有篩出其他的陽性個案 我們祝福確診的三位同仁 身體健康早日回護 那我們感謝相關的同仁 在行政院開篩檢站 我們行政院提供快篩計 給需要的同仁 昨天所有的同仁 都沒有再發現有人確診 行政院是全國最高行政機關 我們會用比較嚴謹的態度 來維護相關需要的作業 那我們也呼籲國人同胞 還是要遵守守守衛中心的防疫規範 趕快打疫苗 同時也做好相關的因應 並且大家也可以同樣過正常的生活 好可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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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可惡